哈囉 二早清 今天就來下午的精靈樂章啦 那最近基本上哲平每天都會把我們等級拉到 就是我們那天的最高等喔 那問題來說是我們3月6號的時候 今天的話伺服器等級已經到達45等啦 那通常哲平都是我們的晚上時段啦 就是跟朋友一起組隊打怪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升到那個等級了 所以其實這款遊戲我們昨天有講過 其實它的那個... 需要耗費的練等時間的話 不會像是我們以前線上遊戲那麼高 所以你就可以以一個比較輕鬆的心情來玩一玩這樣子喔 那如果你是一直很想玩這個遊戲的話 其實也有一些就是我們的支線啊 然後還有我們一些書籍這邊的任務喔 就是其實它這個遊戲的話會有一些書籍的這些小任務可以去解啊 或是去做什麼事情的 然後這話我們之後再來跟大家解一下 因為其實這款遊戲我覺得它最有趣的地方的話 應該就是我們故事的內容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主線故事的話 應該就會覺得我們精靈真的是... 很...很煩的一個精靈啦好不好 像大家如果看故事的話喔 那今天的話因為我們40等的時候是可以轉職喔 那哲平主玩的這隻角色是我們的那個... 坦克的職業嘛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我們轉職會變成什麼樣子喔 先去找一下那個... 突突對話 突突叫招 好不好來看一下喔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呢 其實我們的故事劇情啊 主要來說就是一個我們到處去探險 然後跟精靈一直在那邊就是... 到處去跟別人就是互動的一個故事 那精靈真的是有夠煩人的 還會掉出去給你惹麻煩這樣子 然後還會在那邊就是死不認錯那種感覺 反正故事就是還蠻白癡的喔 來看一下 微弱的熱鬆餅好久不見啦 自從你成為戰士後已經好一陣子了嗎 都還習慣嗎 突突 而且你看這些精靈的表情真的都... 都超級無敵挑釁的你知道嗎 一連就是... 蛤? 你誰?你來啦 那個該怎麼說呢 別擔心班媽媽特別安排了新的考試 只要你通過就可以更上一層樓 而且我跟你講喔 因為我們主人公他自己也是有一個主人公的那個就是... 該怎麼說呢 主人公的自己的一個性格啦 所以我覺得我們主人公也是... 也是蠻...蠻...蠻怪怪的那種感覺喔 反正這整個就超無厘頭的啦 聽我把話說完 我看看喔 這是來自魔法之都伊莉亞的產品喔 名為神經時光屋 只要在裡面修煉一... 你修煉一天屋外就過了一年 蛤? 這什麼情節 跟一個傢伙收集7顆8亮珠子的小畫色內容好雷同喔 大家應該都知道在講什麼了 但人家是屋內修煉一年屋外才過一天 你確定沒有搞錯產品嗎 我們這邊是修煉一年 外面就過了... 修煉一天外面就過了一年耶 感覺好像沒有很賺喔 我看一下喔 小超 嗯真的就像你說的那樣耶 那事不宜遲我們立刻去神經時光屋吧 你看超級超級那個 這故事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如果真的很想要了解的話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就是就是因為可能 你在玩一些線上遊戲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想要就是skip啊 或是不看一些劇情的 但是這款精靈樂章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把劇情跳過的話會非常非常可惜 因為他的劇情真的就是很白癡很白癡的啦 就很好笑那種感覺喔 主人啊 那種k科技當然要見識見識啊 機會可能只有一次耶 當然要好好把握喔 那那那那總該讓我知道考試的內容吧 喔你只要打敗 雅雅雷洋村長卡薩康妮 然後再打敗一次古代巨人巴倫就可以了 所以這一次沒有得字體取美的考試囉 沒那個閒工夫了我們走吧 真的是不知道這遊戲到底在屋裡頭什麼東西 但是故事真的就很白癡啊 就真的是 比較輕鬆愜意一點 你就會很想要會心一下 因為這些小精靈真的都很白癡欸 超討厭那種感覺喔 喔我們要守打敗我們這些五連 守打敗首席五連吧 然後因為這遊戲基本上 他都會有一些自動Auto的系統啦 所以就還蠻輕鬆 你可以就是讓他慢慢解任務 然後我們再慢慢的就可以了 欸真的耶 到底在幹嘛啊 而且這些導師的那個就是 都會有一些很好笑的話有沒有 來再打敗一次古代巨人巴倫喔 古代巨人巴倫應該就是 我們之前有讓他看過的那個石巨人啦 來了來了 石頭巨集 目前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可能打的關卡都還算是比較偏簡單的 所以就還沒有一些就是 就是比較難的一些複雜的部分喔 但是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打一些部分 因為像我這樣就是目前來說 我私底下跟朋友玩的時候啊 就是有一些部分他其實 還是蠻需要走位的 但是有時候我就太懶了 我就只會按Auto然後我就會死掉 因為坦克畢竟 還是必須要閃一下攻擊 因為我們招式有一些是那個嘲諷的招式喔 所以怪物會追著我們打這樣 所以你的那個 呃能力如果沒有再更高一點點的話 就很容易直接被那個boss給打死喔 好古代巨人巴倫這邊的話 我們應該沒什麼問題 然後你有時候沒血的時候 你都可以放一下這邊的這個 靈魂卡喔 因為靈魂卡這邊的話 基本上他有一些會幫你回血量嘛 那像 自動戰鬥的話他就是不會幫你放這個靈魂卡 你可能就可以自己就是手動去操作喔 這樣的感覺 好沒問題 這邊的話 再來就是我們的Tutu 再跟他繼續講話 我們應該就可以升職了吧 果然裡面花了那麼久的時間來考試外面 只過了5分鐘了 接下來命運的一刻來了 仔細思考後選擇你的新方向吧 這就是我們要選擇的職業 那我玩的這個騎士的話 基本上有兩個分支 一個是聖騎士 一個是狂戰士喔 那基本上的話 哲平基本上當然就是要玩聖騎士的啦 因為我們就是坦克嘛 當然是要玩一下聖騎士喔 這邊下面就多了更多聖騎士的招式功能 而且在這邊你都可以預覽一下喔 其實這都還蠻帥的啊 招式做的真的是很棒 有這個是我們的聖騎士的光盾之類的 很帥欸 這還蠻不錯的 然後狂戰士這邊的話你也可以選擇 那狂戰士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拿著這種大斧頭大槌子的感覺喔 其實也是蠻帥的啦 其實我覺得這款遊戲說真的他 因為他一天的話他的經驗值那些是上限的 所以你真的想要就是 玩更多的職業的話 我覺得這款遊戲也是沒什麼問題 你就可以就是練多一點職業 然後就是可以依照東西來做一波切換這樣子喔 而且我們上次打過就是那個競技場團體模式啊 其實這遊戲的那個隊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樣感覺喔 先看一下那個 這邊的話旁邊都有他的那個就是技能的介紹這樣子喔 所以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那哲平這邊的話當然就是玩我們的聖騎士啦 我就是一個坦王啦 我就是坦克王好不好 沒有問題 那這邊的話他都有一些技能的介紹喔 這個話大家就可以自己來思考一下 能不能就是那個 就是遇到自己一些比較喜歡的東西 那最近我們在玩的就是跟電腦打PVP的時候啊 這個暈眩無法移動 無法攻擊無法使用物品 這招的話到時候如果我們用到的時候的話 我們應該就可以就是 去那邊把暈眩然後靠一套之後 再繞圈圈這樣走的感覺 應該是OK的喔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戰士是有一些緩速跟我們就是那個 嘲諷跟那個就是我們那個暈眩的效果啊 所以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好 那我們就卷值成為我們的聖騎士吧 沒有問題 自我轉職為聖騎士呢 轉職後將重置所有技能等級 並返還升級技能所花的金幣 欸還不錯欸 就是你只要轉了狂戰士 你之前轉的就是那個盾牌那些技能的話 他都會把你還到就是你原本的那個就是資源裡面 所以你可以再用那些資源再去點我們的技能喔 沒有問題啦 轉啦 轉起來 已經成為聖騎士了 舊的武器也已經不是用新的職業 乾脆我送你一把吧 已經變成聖騎士了 沒有啊 外觀看起來還是一樣啊 你這個膚淺的人不 不對 是膚淺的精靈 內在 要看內在啦 你難道沒有看到技能都換新了嗎 哈哈哈哈 超白癡的欸 鮮餅內在那種不切實際的東西了 既然通過考試有送五星那有送吃了嗎 吃了 光是我們的旅費 搬運八輪外加租借神經職光屋 又已經花光村長給的費用了 所以吃了就自己想辦法吧 可是我早就料到你會這麼說了 只能為了慶祝我們考試通過 我們來大吃一頓吧 不要我們還有重要視頻要處理 你去跟蘇都說的在電我們要走了 掰 辛苦啦 哈哈哈 超白癡的 哇 他這邊送了我們這個 紅心璀璨之劍喔 其實我覺得這款遊戲他在刷裝備方面的話 也不會說就是非常的難掉吧 所以你基本上副本的話一天只能刷幾次的次數 你跟朋友一起打完的話 基本上花個兩三個小時 你就可以就是 就可以把今天的一切的那個經驗值都已經就是打完了 所以我覺得這遊戲說真的還算是比較那個 比較不會就是跟其他遊戲一樣 就是讓你打到死的那種感覺 好不好 我們先把他升到我們的那個 42等好不好 技能全部升起來 然後 技能這邊的話之後的話開啟之後他旁邊還會有一些分支啦 就是你可以就是隨時做一波切換 其實這個傳奇公司的遊戲一直都是這樣 因為我很喜歡他們公司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之前有開創一個就是比較特別的一個系統就是 你可以就是各種切換 因為像我們以前玩一些遊戲的話 他的那個遊戲就是 你練了一隻如果你要練下一隻的話 你可能就要那個 重新練一隻角色啦 或是花一些就是洗技能的卷軸之類的 但是這遊戲基本上的話就是 你可以隨時做一波切換喔 哇沒有 真等升到沒錢啦 只剩下1467啦 你看這邊的話他隨時都可以切換 像比如說我們這邊 原本是這個 對前方直線造成無屬性物理傷害 並附加法力的6秒對不對 然後這邊的話你換下一個會變成這個 對敵方直線造成無屬性物理的傷害這樣子喔 然後這邊的話就會變成就是 施加有雷電屬性 然後還有附加法力的傷害 所以他對一些就是效果的一些東西的話 就可以就是 依照你的那個效果來去做一波打擊 然後這邊的話都可以就是再做一波那個 設置或是切換 而且是隨時都可以切換的喔 有沒有這就是那個 他們公司遊戲就是我一直都還蠻喜歡的一點 就是他不會要你就是 一隻角色你要練非常非常多隻 你是可以練一個種族的職業 然後就那個職業 然後直接就是玩他那個職業的所有東西喔 這是我覺得比較好的地方 至少你就是不用再重新練一些東西這樣子喔 好 那我們今天我們就順利的轉職成為我們的聖騎士了好不好 那基本上的話呢 之後就是有一些更難的副本 因為隨著我們等級提升副本那些一定會更難嘛 到時候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較困難的副本 因為前期的副本的話大家應該都是比較輕鬆就可以過去了喔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囉好不好 那如果大家還玩這個遊戲的話 都可以加一下這個微弱的熱鬆餅的好友喔好不好 現在目前來說還蠻多觀眾朋友都有加我好友的啦好不好 基本上你只要告訴我你們是我的粉絲的話 我都會把你們就是加到我好友的鈴鐺裡面了好不好 那你們有沒有轉職成功 我們的二轉職業呢 你們現在都玩什麼職業呢 都可以先連告訴這邊 大家一起來討論一下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親戚見囉 大家掰掰啦 denen還是把東西變成功了 待會兒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